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孔子论语》八义篇第十五节 子入太庙,每试问,或曰,所谓周人之子之礼乎,入太庙,每试问,子闻之愿,是礼也。 太嘛,就是比大还多一点,就是比大还大,就是很大的意思。 这个庙就是祭司,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族群,就是举行公众活动,公开活动的地方称之为庙。 主要谈论的就是本族内,或者本国家的一些事情的地方。 后来慢慢演变为家族,或者国家祭司的专属地。 太庙就是大庙,因为你的种族大,你的族群大,家族大,那么你的庙也大。 那比你这个大庙还大的,就是一个国家了嘛,就是几个族群,共同组成一个联盟。 那么又有一个庙,在这通常是指国庙。 你国家的庙,就是一个国家的庙,就是祭司的地方。 像北京的什么,天坛地坛,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举行什么重要活动这个地方。 就是这么一个庙,很大的庙。 那么子入太庙,就是孔子每到一个国家就去到人家国家的这个国庙,大庙里面去参观一番,去了解情况,看看。 实际上呢,就是学嘛,好习。 那么美式问,美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同的人在一起。 就是指,但是,呃,个体,呃,又不一样,成为美。 那么,美就是,呃,人,还对一个人表现各种形态。 我昨天,呃,我长头发,我今天剪了光头,呃,各种表现。 我昨天穿那个衣服,今天穿这个衣服,那么,众多的形态成为美。 那么衍生就是一个,呃,但是每一个形,就是任何一个形态都是人。 就是指,现在这个很好解释了,就是每一个,任何一个了。 就是这个,美的意思。 是嘛,就是人,呃,日常生活当中,呃,行为,呃,就成为事。 就是,各种各样的行为。问,就是,去问嘛,呃,就是,呃,张嘴嘛,呃,就问。 那么,见到这种现象,啊,霍曰,就有人说了,呃,说什么呢? 啊,熟,熟就是指,呃,水,呃,这是,就是偏讲字也好,或者是,呃,错题字也好。 最早就是水和熟,呃,基本上,又有方言嘛,呃,就慢慢取代了。 这个熟呢,更主要的就是,食物经过煮以后,呃,叫熟。 嗯,放火就煮了。 那么,慢慢以后演变了。 嗯,哎呀,和水熟,啊,其實一样,在这里呢,就是指水,呃。 任何一个人都成为水,呃,嗯,在一问的时候呢,说。 嗯,魏说。 邹人,呃,就是, 孔子从周所缺滑,那个地方叫邹。 嗯,嗯,哪里来啊?我是从周地来啊, 那么好多人就说 这就叫周人了 代表周那个地方的人嘛 那么指的是什么呢 自指啊 现在他的后代啊 那么就指是孔子 周知 周人之子 就是周人的后代 周人的小子 后代 就指孔子 知就是明白 李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李 我们今天主要的李就是 所谓的李茂 外在表现了 其实李就是规章制度 那个时候 其实人类的 这种思维就已经模糊了 好像是 对外在的表现 这说 同情 完了以后 这个 恭恭敬敬 谦卑 表现的一种 友好 交理 对了这种 实际上那些都是通过 规章制度 就是 法律来规范 形成了那么一些人的行为 那个时候呢 有的人就不知道 什么是李了 就都模糊了 就是你 某种程度上 大家就会认为 李就是学问了 因为你里面包含 很多信息呢 什么行为能做 什么行为不能做 等等这些东西 好像就是学问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 好多人就已经模糊了这个李 是什么 好像就是说 有学问的意思 懂得很多的意思 实际上 也可以那么认为 但是呢 真正意义上来讲 那么李就是 规章制度 懂得多 当然是 学问也是多嘛 那么在这里 更偏重一说 哎呀 这个人什么都懂嘛 谁说 孔子 懂得这些礼节 或者懂得很多 进入我们这个 这个 国庙 大庙 什么事都问 每个事都去问 都不懂啊 就那意思 谁说他学问多 孰为周 周人之子之礼乎 如天妙 每次问 就是这个意思 干嘛就是这个意思 名不符实啊 他没懂那么多 什么都问 你这不懂吗 不明白吗 不知吗 你才问吗 那么 自温之乐 自 孔子 温之 温 就是 耳朵听 听说的 实际上呢 鼻子也是 搞到气味 也叫温 都无所谓 就是人类对自己的感官器官 从外面摄取信息 称之为闻嘛 那眼也可以闻呢 音都可以闻呢 这是无所谓 就是人的一种感觉 得到的信息 称之为闻 就说 那么就有人传到 孔子的耳朵里 都去了 孔子怎么说呢 是理 那这就是理 这就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懂规矩 那理是规矩 那我这就是懂规矩 你不懂就是要问嘛 这是理的一部分 这就是理 你不懂装懂 叫理 那叫偶缠 不知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生活当中很简单的个小事 别人的议论和孔子很简单的回答 那么就表现出 孔子对这个理的这个 认知和理解 远远超过林放 所以林放 向孔子问理智本 那么 是啊 一个人的境界 从日常小事当中 统统就都表现出来了 孔子也没生气啊 也没说 别人说 你这根本就无理啊 你现在说谁无理 给你火冒三丈 很生气的 孔子 这就是理啊 那么这不就是懂规矩吗 这就是明白道理吗 这本身就是理啊 那么孔子 就跟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 信息 就是 叫 不知下关啊 以后孔子也都会分享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